第1回合 第2回合 第2回合 好 人類遊戲天天開心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您再次收看人類的遊戲頻道 沒有錯 今天我們繼續來講我們的 初始八將系列 那今天我們來稍微跟大家聊聊我們的 神章寮的部分 來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來看一下神章寮吧 那一樣我們先從面板來看 首先神章寮的天賦 覺醒天賦叫隱藏天賦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很純粹的真傷 沒有什麼太多的額外效果 來首先基礎天賦的部分 主要天賦破敵未合 他就是 有機率降低 無視敵方的防禦跟免傷 那覺醒天賦 統賽高於對方 兵種技能也能夠觸發 戰鬥回合開始 有45%效果 禁用敵方閃避 那再來 隱藏效果的部分 有30%機率打趴傷 再加上 提升金枝 提高天賦觸發機率 所以簡單來說 張寮他就是一個很純粹的輸出將 那我為什麼說他比較不適合玩 原因有兩個 第一點 他跟袁紹一樣有一個很致命的缺點 在於他的續航能力非常不足 所以張寮在續航上是一個很大的硬傷 很脆 再來 他的職業是全財 在打文官的時候 確實可以透過這個大量的減傷 來直接把對方碾壓過去 但相對來說 他也只能碾壓一些比較普通的文官 像是我們的周瑜 然後我們的蔡文姬這樣子 那對上我們的郭家或者是諸葛 其實是不見得能夠吃到多少優勢的 好那再來我們看一下裝備的部分 首先呢 我們的神張寮適合的裝備 目前啊 我個人覺得有幾種出法 第一種 就是我們的 笑月套裝 那笑月套裝的素質我們之前都已經看過了 我這邊就不特別說了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來說啦 真傷型英雄大部分都是把武力拉高 會是最主要的一個核心重點 所以笑月套裝 其實我們的張寮就可以拿來做使用 那再來 第二個適合便宜的就是我們的龍膽套裝 因為它便宜 而且它的素質也不算到 在一盒來說不算到太差 那四維的加持是確實是硬傷害啦 畢竟四維加的太少了 不過 如果說要給張寮加減用的話 還是很OK的 至於裝備部分個人只推薦出四國套 為什麼不適合出閃套呢 因為老實說啦 在閃套方面 它確實沒有比較亮眼明顯的表現 那我們的張寮適合用什麼樣的裝備呢 首先 它可以考慮用青龍刀 就是要學一下軍神 然後把武力拉高 再來我們的方天化吉 當然方天化吉也比較貴 所以說如果你覺得練不起來 那就 不用特別練它了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 我按錯了 不好意思 再來就是我們的龍拳劍 為什麼 我們有說過 它的續航能力是有些許差距的 所以用龍拳劍增加它的格檔 勉強增加一點輸出 也是可以的 尤其全材裝備實在額外增加10%格檔 效果也還算不錯 總共就有20%了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把龍蛇弓 它不是一個最優選 但是它也是可以做使用的 畢竟 我們的張寮也是弓兵英雄將 所以你把它走弓兵輸出的玩法 也是OK的 台甲部分不用多說 冥光凱是主要選擇 那我不推薦閃套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閃套會太閃 效果會比較分散 假如它的續航能力嚴重不足 所以可能會推薦直接走四國套 會比較功能全面一點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來 我們的鐵壁套裝 也就是燕領金甲 也是可以做選擇的 魚鱗甲 也是可以做選擇的 那再來前面兩套 首先 我們的連鎖鎧走騎兵路線 銅貝鎧 張寮本身的專武 所以基本上來說鎧甲部分 除了長三 那全部都可以做使用 那當然啦 最好還是走四國套 會比較優選一點 坐騎方面 張寮的選擇就多了 它可以守 李飛沙 走刺兔 這兩個都是不錯的選擇 那再來 走大腕 那就變成要走 英雄將路線 那當然啦 也是可以的 因為它的主動技能 也是跟英雄將是有關係的 主動天賦啦 就是基礎天賦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的 這一隻叫什麼來著的 爪皇飛電 老樣子啊 它的統帥不會撐到特別高 所以 爪皇飛電是可以用的 但是不是最大的優選 點擊方面呢 三十六側 鼠王側 一個是四國套 一個是增加輸出的 這兩件都是可以做選擇的 那左四春秋以及 加統帥的司馬法 也都可以用作選擇之一 在將令方面 新儀劍 是初期比較適合 張寮的 因為加後軍攻擊 那再來 衛王界四國套 不用多說 那我們的先鋒號角 這很基礎的加智統啊 走智統張寮的部分 那也是可以的 只是它不是最好的優選 畢竟張寮不太會走智力 那再來 德英率應 我們的生死符 破局的生死符 基本上 萬用素材 這就不用我特別多說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後的部分啦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珍寶的部分 那珍寶呢 基本上 吳王鼎會是主要的選擇 那再來就跟我們的袁紹一樣 他可以考慮用我們的香爐 那如果學香爐的話呢 如果啦 真的要學的話 他其實不一定要綁劍羽 畢竟劍羽這個技能老實說 真的不是到太強勢 所以 如果你要用香爐 那劍羽那個天賦 是可以選擇無視的 那香囊當然是很OK的 但問題就在於說 這邊都是走英雄這樣的出法 那張寮雙刀流 這遊戲的張寮是雙刀的 他可以選擇走兵種 也可以選擇走英雄 所以要怎麼用 就是看你自己的取捨了 那當然啦 初期的裝備都不是到太好 所以我們就不用特別多說什麼 了不起 就用個玉代勾吧 好啦講完張寮的 出裝了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張寮的技能部分 張寮呢 在出技能方面 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首先第一個部分 是在於 ALL IN 我們的輸出技能 走英雄將張寮 那適合的技能呢 就跟我們之前說過的武將技能一樣 像是集袭 象征 鐵壁 槍神 軍神神威 奪智 這些技能 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那再來第二種是走兵種類型的 兵種類型 有哪幾招是固定的呢 首先 激勵 這招是一定綁死的 鐵壁 這招能帶也是帶上 挪戰 這招就要看狀況了 如果你覺得 你的張寮可以撐得夠久 那帶上挪戰 非常好用 如果不行的話 那就算了 不要吧 那另外兩招呢 就是以控制技能 作為主要的選擇 至於要哪些控制技能 那我個人覺得可以靠你自己來調配 畢竟張寮是全才 他的視為比較平均 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什麼樣類型的 控制技能 好 那英雄技能的部分 大概就這樣子 那有些人會問說 可不可以出文官張寮 那當然啦 文官張寮的話 確實 雖然他是全才 但智力部分還是比較低一點的 所以個人是比較不建議 你硬要把張寮完成全才 完成智力型的啦 但如果說你要帶上個天問寶兵的話 那我個人是覺得 稍微衝一下智力 拿到個天問 其實 不為過 就是也是可以做使用的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最後 輔助技能的部分 輔助技能的部分呢 基本上 鋼勇 這個增加武力的會帶著 兵法 這個增加統帥的會帶著 昂陽 三招了 戰役 四招 運籌 五招 無蟹 誘敵 六招七招 回春 回春的話 因為他的魅力部分會比較低一點 所以回春如果你要帶 那就要把他的魅力衝上去 加上回春是八招總共給你選擇 那可以替換掉的有哪些招式呢 兵法或鋼勇 如果你覺得你不太需要那麼高的四圍 那你就可以考慮把它替換掉就好了 好那再來講一下張寮的副將部分 那首先呢 張寮是一隻兵總獲英雄的部分 他的增傷非常足夠 續航方面卻略有不足 所以 某一派的人 如果是課長型的會覺得說 我要特化他的四圍 就額外 不是 特化他的攻擊 就額外再給他帶上輸出型的副將 例如我們的 潘鳳 那這樣呢 就很OK 那如果你說 帶馬鈔可不可以 馬鈔其實也蠻適合我們的 張寮來做使用的 那如果你今天用的是方天化戟 那當然啦 你就可以帶上我們的 嗯 嗯 我們來資訊哪裡了 阿莉莉 我的馬鈴鹿怎麼不見了咧 馬鈴鹿 馬鈴鹿 馬鈴鹿本身有副將 那如果你要選擇 帶上我們的馬鈴鹿 因為你是方天化戟 那我覺得也很OK 因為馬鈴鹿的天賦其實 用來當作副將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的 尤其是他的覺醒天賦的部分 可以大幅拉高 我們 張寮的思維 因此如果你說選擇馬鈴鹿來當副將 個人覺得也很OK 那像甘寧來當副將可不可以 可以 因為甘寧的天賦當中 還有 閃避的效果 可以更有效的增加他的續航 那當然啦 大部分選擇甘寧的話 都是會 可以盡量用緊繁遊俠的部分 增加他的 debuff效果 跟時間 好那這就是稍微跟大家聊一下副將的部分 基本上 我個人是比較推薦走續航 尤其是初期的部分 那張寮又非常脆 所以個人是比較推薦走防守型的副將 會比輸出型來的更好一點 至少 先求不死 多活個幾個回合 多摸幾下比較實在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你要特化輸出的話呢 也是OK 因為張寧做輸出型的特化 也是很強悍的 那再來 效衛的部分 基本上 張寧有沒有什麼技能是比較重要的 那像是我們的 閃機好像沒效衛吧 對 奇襲 就可以做使用啦 可以增加一點張寧的傷害 堅毅可以增加張寧本身的續航能力 鐵騎 來鐵騎有個很大的重點哈 鐵騎的40級 效果 有機會 免 免疫 也就是無視 兵種數量的差異 攻擊差異 也就是你兵少那不會打出來的傷害更少 會是一樣的 那這一招就很重要啦 再來 舍身在讓張寧打武將的時候會 打低魅力型英雄的時候會有不錯的選擇 那因為張寧本身的魅力不高 所以堅定 不是堅定 舍身的部分 就相對來說重要性低了一點 那反觀堅定呢 也是張寧一個蠻適合的覺醒技能 英雄技能方面 不外乎就是那幾招 我們之前講過的 你可以往回翻 翻呂布介紹那個部分 呂布介紹的後面我們有推薦幾個 比較適合當呂布的副 的校尉 像我們的象征 然後我們的 嗯? 槍神去哪裡了? 等一下喔 像我們的象征 我們的集席 我們的 槍神 夺制 鐵壁 軍神 軍神 這些基本上都很適合用來當作 我們張寧的英雄型校尉 那當然啦 兵種型的話呢 最重要的一招就是我們的激勵 激勵哪裡去了? 就是我們的激勵 這一招如果是在兵種型張寧的話 那他的重要性會相對來說比較高一點點 好那就是我們今天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張寧的部分 從出裝到配技能到配校衛副將 基本上我都有大概稍微提到一下 那因為影片不長 我要在短時間提到這麼多東西 難度是很高的 所以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也可以下方留言問我 我只要知道 一定 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能說多少就說多少 就算不知道也會盡量幫你問出一個答案來 好那下一支影片我們就會講 最冷門的一個組合 甘寧加孫姦 那冷門的原因是因為孫姦的不強悍 而不是因為甘寧的弱勢 好 那就讓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啦 好 好